这个男人不简单 一拳就打碎了对手的头盔 而他正式被拳名称之为 韩国李小龙的总统保镖 指人名叫刘大金 号称是韩国总统第一保镖 据说他还精通全球十余种格斗术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武术 永春拳 阿吉拳 通背拳 还是韩国的跆拳道 以及俄罗斯的西施特马 其中包括跆拳 山打 节拳道 柔道等等 他都是样样精通 并且宽言单手就能打爆 曾经称霸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 然而等到真正走向擂台 却被疯狂打点 毫无还手之力 并且还在裁判偏帮帕奎奥 放水的情况下 依然被KO单场趴地 当然这时也有许多网友质疑 这个被称之为韩国第一总统保镖的 刘大金的实力 当然在之前的社交媒体上 很难找到这个刘大金的实战视频 那么他的实战能力到底如何 1979年出生的刘大金 今年已经40多岁了 他在去年终于打了两场实战比赛 时间是去年的12月11日 举行在韩国的一场表演赛 目前出场的就是韩国第一保镖 刘大金 身高是180公分 体重是79公斤 据资料介绍 他不仅精通全世界的武术和武器 还形成了自己一套格斗训练的系统 他在训练视频中 每一位被他碰到的悬员 瞬间都会被他振回到几米开外 从而也被无数外国网友认为 他是最接近李小龙实力的人 而在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公开赛 他对战的是UFC中量级的选手 布拉德里 而在比赛中 他并没有平时表现出来的实力 然后他在赛后表示 对手比他高大年轻 能打成这样就已经不错了 虽然在上场比赛 他找到了合适并且客观的理由 而接下来这场比赛 实属是他太过于自信 赛前在社交媒体平台前 狂言要单手打爆 八个量级的世界拳王帕奎奥 至于世界拳王帕奎奥 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第一位进入世界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 虽然他的身高只有169公分 并且年龄已经达到44岁 但他横跨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容易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虽然在排面上实力完全没有可比系 但在理台上的刘大金 依然坚信表示 这场比赛只用一只手就能KO帕奎奥 比赛一开始 刘大金在理台上表现非常的僵硬 完全没有平时在训练别人那种灵活的放松 而帕奎奥在第一个回合 也没有把分地的狂轰乱炸绝招使用出来 那毕竟是在韩国的主场 而且还是一场表演赛 还是需要给一点面子的 只是在后期 帕奎奥只要稍微加速发力 就能打中这个刘大金的身体 同时为了能让观众不喊退票 帕奎奥也只能选择放水 最终在放水的情况下 刘大金挺过了第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这场比赛 在第一个回合就打得相当的精彩 现在第一回合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刘大金他在视频训练当中 是相当的这个灵活 但来到实战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 不愧是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 我们看到 他只要想打刘大金 刘大金根本就没有 这个主党的实力 在万千观众的瞩目下 比赛来到了第二个回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刘大金在第二回合的表现 我相信经过第一回合的试探阶段 双方已经清楚了解对方的实力 包括现在的帕奎奥已经40多岁 从第一回合试探阶段来看的话 这边的帕奎奥虽然说 是有打中这个刘大金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并没有占到太大的优势 所以说在万千观众的眼睛中 还是认为这个刘大金有胜算的可能 好的比赛第二回合一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果然刘大金是转变了这个战术 开始不断的增加这个前手拳的试探 很显然他是定用臂长的优势 来前手拳主打这个帕奎奥的近身进攻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帕奎奥在这么多年的比赛经验当中 这点小问题还不算问题 对他来说 刘大金还是很难阻挡他的重拳 看到刘大金不断的前手拳试探 而帕奎奥下潜开始直拳的攻击 这也是让刘大金不断的选择后退 谁能挡住这个亚洲驱逐舰漂亮 又是一记上钩拳 我们看到 帕奎奥只要抓住机会 就是前手加上钩 我们看到速度而且是非常的快 虽然说已经44岁 但是这个力量以及这个速度不简单 其实可以看到 帕奎奥的进攻趋势是越来越强烈 而这个刘大金也是不断的 被这个帕奎奥往后压 好 我们看到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二回合的最后30秒钟 帕奎奥开始发力 向前冲击 看到刘大金这边 是想用这个币长的优势打赢极拳 但是很难我们看到在帕奎奥面前展开 帕奎奥跟得非常紧 确实在帕奎奥的职业生涯中 他都是以小打大 因为在全体擂台上 帕奎奥在的身材可以说是看不到任何的便宜 而且帕奎奥的打法也是非常特别 他非常的勇敢 就像一只驱逐剑不断的驱逐敌人 我们看到所以帕奎奥被称之为亚洲驱逐剑 随着铃声的响起第二回合结束 比赛的话马上进入到第三个回合 我们从此时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 帕奎奥一点汗都没有戳 只是像刚刚见了身 这边的刘大金我们看到已经是气喘吁吁 那个男人太猛了 一拳就打碎了对手的头盔 并且狂言单手就能打爆 曾经称霸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 那么究竟是谁给的自信 让他如此参观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证实 这个职业运动员与非职业运动员的 一个身体数字的一个差距有多大 那现在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三回合我们再来看一下 经过前面两个回合的放水啊 这个帕奎奥的进攻啊 会不会有所加强 我们来看一下 好漂亮的前手刺拳 我们看到格打 漂亮前手的刺拳 漂亮连续的向前打击 很明显帕奎奥现在已经加强了自己的攻势 但他的组合进攻 我们看到让这个刘大金啊 有点惊慌失措啊 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到 帕奎奥只要一出手 基本都能命中啊 这个刘大金 漂亮又是一波强势的进攻 我们看到刘大金一直被帕奎奥逼着后退 好的我们看到 又是一波强势的进攻 我们看到前手后摆 不是刘大金的这个搂抱操作及时啊 我们看到这波拳 肯定要将刘大金给放倒 显然在这里啊 帕奎奥就已经放水了 不然这是一场表演赛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这边帕奎奥打的还是非常认真 而这边被称为第一宝贱的刘大金啊 仍然没有找到帕奎奥的这个落点在哪里 他一味的只是选择防守 不断的后退 站着臂长的优势 在中远距离 用刺拳来挑战这个帕奎奥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帕奎奥已经是打出了八个级别 王者的一个风范 不断的向前 我们看到 去追逐啊这个刘大金 亚洲吹竹剑的名号绝对不是虚传 我们看到 现在帕奎奥的进攻啊非常的猛烈 在第三回合有所加强 现在比赛还有最后的32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刘大金已经出现了搂爆两次 在体能上我们可以看出 刘大金也是有一些小问题 这边帕奎奥再次发力 我们看到刘大金再次出现搂爆来缓解啊这个冲击 好的比赛还剩下最后的几秒钟 我们看到刘大金 我们看到被帕奎奥抓住 好比赛结束 第三回合 刘大金还是撑过来了 尽管这是一场表演赛 但是我们看到双方选手啊 他的认真程度还是非常高 尽管帕奎奥有所犯水啊 但是这个刘大金啊 不愧还是撑了三个回合 现在接下来的第四回合 第五回合 那也是相当的精彩 我们不要走开 好的 现在比赛进入到第四个回合 我相信这也是比赛最经典的一个回合了 因为本场比赛只有六个回合 协议的六个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回合肯定是非常的精彩 比赛一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刘大金啊 是不断的后退 而帕奎奥做出阻挡的机式啊 一直向前压进 明显啊 两人在身高体重上的一个差距啊 还是非常大 刘大金有1米8 而这边的帕奎奥只有1米69 所以这个身材的差距啊 还是非常大 刘大金一直适用这个避掌的优势 前手拳来控制与帕奎奥的距离 但是帕奎奥这种打法啊 对于这个刘大金的避掌啊 是没有任何的优势 我们看到 帕奎奥一直向前冲 刘大金也是处于这个下风转 他一直被逼后退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比赛第四回合 还剩下最后的1分10秒 但是我们亲自的可以看到双方选手 在体能上的一个差距还是非常的大 尽管信联的帕奎奥已经是44岁了 而刘大金只有32岁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刘大金的体能显然是已经被帕奎奥号的差不多 帕奎奥的进攻啊 这个力量以及速度 我们看到是刘大金难以想象的 漂亮的摆拳 我们看到 帕奎奥开始发起进攻 漂亮 又是一轮冲拳 直接将刘大金逼到了龙边 我们来看一下 双方选手开始参报 裁判也是及时将双方选手拉开 很显然 这时裁判拉开之后啊 给刘大金一些警告 显然也是给了他十几秒钟的一个休息时间啊 裁判已经明显的偏袒了这个刘大金这边完全不按规则 好的 我们看到刘大金表示台下比较滑 他是鞋子打滑 蹭机会又休息了几秒 开始比赛 我们看到 不要上前就是狂轰乱战 但是比赛时间已到 我们看到这边的裁判也是及时宣布比赛停止 但很明显可以看出啊 这个刘大金是时间救了他 不然在这一回合就要将他KO掉 而且在第四回合的比赛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双方选手已经是明显打得上头了 这边刘大金在最后的一轮轰炸中 我们看到也是被帕奎奥直接打出了鼻血 这个男人太猛了一拳就打碎了对手的头盔 并且狂岩单手就能打爆曾经称霸八个级别的世界拳王帕奎奥 那么究竟是谁给的自信让他如此参观 好了 比赛现在来到了第五个回合 距离这个比赛结束还有最后的一个回合 可以看到DKU刘大金又再次站了起来 但是我们看到无精打产的样子 注定这场比赛肯定会被打翻 刘大金不得不对线自己的承诺 在赛前吹出的牛逼单手能打爆这个帕奎奥 这硬着头皮也要打完这场比赛 但是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帕奎奥届时有点不想跟他玩了 我们看到及时的出拳 我们看到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哇我们看到刘大金一个转身走走五步 我们看到开始用五步来迷惑这个帕奎奥 这时的帕奎奥我们看到 用双手做出反挡的姿势一直压近这个刘大金 转身的摆拳加上钩 我们看到没有打中 很吸引我们看到帕奎奥再次连续的追击 再次的连续摆拳左右 而刘大金再次被逼到龙边 我们看到帕奎奥开始挥拳 我们看到裁判也是及时叫停的比赛 不能击打后老骚回游 让刘大金再次休息了十几秒 这次刘大金也是告诉裁判 他的后脑被帕奎奥击中 非常的痛 需要休息时间 就这样刘大金又趁机 休息了十几秒钟的时间 此时的帕奎奥我们看到 一点无奈的看着刘大金 也是表示非常的无奈 比赛还得继续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几秒 现在比赛还剩下最后的40多秒钟 而从刘大金的表现来看 他是否想拖延时间 根本就不想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 一直在跟台下的评委 以及观众 展示他的后脑 被帕奎奥击中 这是要扣分的 示意这个裁判 以及评委 要扣掉这个帕奎奥的分 但是很明显 裁判也是着急 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0多秒钟 不能让他们这样拖延下去 表示让他道个歉 然后比赛继续进行 还有20秒钟 比赛开始 我们看到比赛一开始 哇漂亮 随着一记击步 我们看到 刘大金一个转身 直接摔倒 这边裁判也是 不住刘大金 表示要撑住 比赛马上结束了 明显裁判又再一次的偏腾了刘大金 让我们看到 给帕奎奥的时间不多了 这个第五回合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哇漂亮 又是一记冲拳 我们看到 刘大金差点就被打倒了 抓住机会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帕奎奥一个摇闪 躲掉了刘大金的重拳 我们看到 继续追击 漂亮 回前的瞬间 刘大金搂住了这个帕奎奥 我们看到 又拿到了缓冲的时间 我们看到 帕奎奥已经被刘大金给搂住 半战时也是过来 分开了刘大金 比赛继续 但是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刘大金的体能已经被 帕奎奥耗尽 就连战都有点 站不稳 比赛最终第五回合已经结束 我们看到 这个刘大金 靠着拖延时间的一个技巧 我们看到 已经是成功的 熬到了第五个回合 真的非常不容易 很明显 此时这个刘大金的表情 非常非常的辛苦 这边刘大金啊 也是这个满头大汗 体能啊 基本已经被帕奎奥给耗尽 比赛进入到第六个回合 也是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 我相信最后一个回合 帕奎奥总不会放水了吧 比赛现在开始 当比赛一开始 我们看到 帕奎奥直线的向前进攻 抓机会 没错 刘大金一个吃拳漂亮 再次的追击 我们看到前手摆拳 漂亮 没有打中 那边刘大金直接向下坡 我们看到直接搂住了 搂住了帕奎奥的腿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帕奎奥也是非常自信啊 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而这边的裁判 我们看到再次将刘大金扶起 给了刘大金休息的时间 我们看到比赛继续进行 那只能说这场比赛裁判 太偏躺这个刘大金了 先才的一拳啊 帕奎奥幸好没有打中刘大金啊 而刘大金的向下扑倒 差点也是将这个 帕奎奥的裤子给扯掉 好的 这时候我们看到帕奎奥也是不想跟他玩了 继续发力 我们看到陈顺追击 不给这个刘大金任何休息的时间 漂亮 以及左摆拳我们看到直接打倒了刘大金 真的漂亮 这次终于不是他滑倒的 是裁判要进行独秒的 被击倒的 神奇了 我们看到裁判独秒过后 刘大金居然站了起来 什么情况 刘大金还能继续比赛吗 可以看到 此时刘大金我们看到表情非常憔悴 而且比血直流 这边的裁判更离谱 直接让刘大金站在角落开始休息了 那么情况 这波操作属实让所有的观众不服气 虽然被击倒独秒的选手 还能让裁判扶到这个角落进行休息 尽管这是一场表演赛 裁判也不用这么偏袒吧 纯心是想将帕奎奥给整倒啊 好了 比赛继续进行 我们看到帕奎奥现在还有剩下的最后20秒钟 用最后的20秒钟 再次一个连击 漂亮 一切重拳 我们看到差点打倒 帕奎奥再次发现连击 还有最后的15秒 加油 帕奎奥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10秒钟 帕奎奥会做出怎样的反击 漂亮 又是一切重拳 连续的上前 接到了龙边 我们看到连续的左右连空 哇 狂狂乱战 我们看到一波操作之后 刘大金再次被击倒 裁判这时也是再次扶起了刘大金 开始进行独秒 还是干啥 刘大金再次回到角落 难道还要继续比赛吗 时间不够了 比赛银声响起 我们看到比赛终于结束了 好了 比赛结束了 我们看到现在是 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刻了 什么情况 就连这样的比赛 还要拉着双方选手 来宣布结果吗 什么情况 居然有这么厚脸皮的裁判 居然把双方选手 全部举起来 宣布比赛结果平局 看到这一幕 我真的笑了 连现场的帕奎奥 也是忍不住的狂笑 好了 反正你们高兴就好 好了 本次的比赛 就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全民 以及观众的支持 我是本期的格斗结束小谭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